他们黑格子 例如说王志平老师 你曾经为我陈书华写过一首很棒的歌我超爱的 说你爱我 快说说你爱我 我爱你 这首歌是说你爱我 叫我说我爱你 这个 请问介绍这一下 这两个 我突然破身你看 介绍一下这首歌 这个歌呢 其实我的印象很深刻 这首歌呢 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呢 我的小女儿 最小女儿 她还没有满一岁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写这个歌的时候 她坐在我腿上 前面就是keyboard 我还要抽这种 然后叫她不要吵 好温馨的画面 可是那个歌真的写得很快 因为那首歌呢 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驻洛杉矶 所以那边的阳光 那边的海滩 那边的空气 那边的环境 然后加上我的小女儿很可爱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其实就会让你的 就是说怎么说 就是你创作力你就会 就全员不断地出来 所以其实很快 我就program一个beat以后呢 我就随手弹几个和弦 很快我哼一哼就把那歌就做 多少时间完成 我觉得当然呢 还要把小孩放着干什么 这样弄一弄 如果是除掉这些之外呢 我觉得那个旋律完成 我觉得大概半个钟头就完成了 哇 来 掌声鼓励 好厉害 原来这么好听的歌是一下子就行 对 那个小女儿是Joanna的妹妹对不对 对 她的妹妹 差几岁了 差六岁 哇 OK 我们不如现在就来听一下 陈淑华的说你爱我 我 我 我们都曾经受过感情的伤 承诺是身边匆匆流过的伤 该不该放开那些无谓思量 你和我却都还有一点挣扎 要怎么说服自己 坦然面对真相 能不能告诉我 你和我一样亲密 说吧 说你想我吧 说你太自由的心 也有些牵挂 说吧 说你爱我吧 用你最甜蜜的花 来牵我 来牵我 说吧 说你想我吧 说你太自由的心 也有些牵挂 说吧 说你爱我吧 用你最甜蜜的花 来牵我 来牵我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陈淑华第一次尝试R&B的东西 我觉得说吧 说你爱我吧 那个用讲话的方式来诠释 这是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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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